一天后傍晚 老三没什么大事了 再休养一阵子就能恢复 我明天会医学联盟 你要过来吗 我明天要去一趟边境 也好 回去看看 全当散心了 我已经和瑞德说过 会让他们整理好所有的研究资料 和临床特征发给你 有需要 你随时可以和他们展开视频会议 嗯 多谢 不多时 茶室大门被人推开 商欲挟着一身清丽的气息 来到他的审判入座 我昨天听留言说 你要回帕马 嗯 有点失去数理 明天出发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和你差不多的时间 隔天上午 他便带着洛宇出发前往机场 商欲在当日下午 启程飞往帕马 下午一点 边进机场 宝贝 欢迎回来 终于舍得回来了 四十分钟后 一片助力在荒原中的工厂 近在眼前 车子停在场内 一排三层楼的建筑物前 李翘轻身下车 他环顾四周熟悉的一景一物 目光所及 与记忆中并无二致 三爷 这帮孙子欺人太甚 刚才又有三个订单 又被退货了 标形大汉没理他 反而直勾勾的 望着李翘的方向 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这位漂亮小姐 怎么那么眼熟 问你话呢 啊 哦 对 三家合作方 又退货了 半小时后 李翘把手里的 退货名单丢到桌上 李三去了零件厂房 只有男心坐在他旁边 宝贝 这事儿 你就别跟着操心了 老大说了 就算所有订单 全部退货 我们也扛得住 你们扛不住 李翘并未在工厂 停留太久 不到下午三点 阿昌开着越野车 直接出了门 七小姐 我们直接去闻债员 边境很大 抵达门债员的时候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这里 是边境妻子的大本营 下了车 李翘站在大楼前 骑队的人都在哪 都在贫民窟附近入渣 需要我叫他们过来吗 先不用 说着 李翘抬脚就走了进去